一大早妈妈骑车在儿子出门上课 但正辆车左右摇晃 就在下一秒 和对相机车擦撞 两辆车双双倒地 后座儿子重摔 妈妈安全帽也喷飞 孩子伤得不轻到路旁休息 这时妈妈竟然不见了 碰一下 两车相撞 肯定很大声 就开始哭了 尤其是那位救护车来的时候 哭得更大声 母亲安全帽一带 油门一催 头也不回离开现场 丢下骨折的儿子嚎啕大哭 离谱母亲赵桃丢包 随即又和另辆机车撞个正着 这次总算栽跟头 新北新庄中和街上 13号早上7点半 40岁卢姓女子 喝了三罐啤酒在儿子上学 但先是撞机车赵桃 把手骨折的儿子丢路边 短短几分钟内再度肇事 警方对他实施酒测 竟然高达1.13毫克 离谱姓妈妈 我真的以为她是对方的小孩 结果后来搞清楚之后 这妈妈跑了 我完全傻眼 为什么会把小孩子丢在这里 离谱行径让路人都傻眼 肇事妈妈是职业会计 自称酒是前一天就喝了 但酒驾还照逃 触犯公共危险罪 不但在孩子手上留下伤痕 更为她做了最坏示范 记者黄田耀翻雅桥新北报道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